我们不可能都变成马云和比尔盖茨 当然马云比尔盖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真正了不起的人从来都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 而只有那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才会狂妄的认为自己了不起 同学们不妨上网去看看 事实证明像马云和比尔盖茨这样的成功的典范 这样的大神级的人物 在他们的学业之初和创业之初也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今年毕业的我们汕图大学的各位同学 都没有像马云那样三次高考三次落榜的悲惨经历了 大家都顺利的毕业了 这一点比比尔盖茨牛啊 但是这两个人走出校门之后 都用他们的不同寻常的思维 坚持不懈的努力 当然还有时代赋予他们的好运气 他们的了不起 共赞于他们实际上已经了不起了 但他们还自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 来 notices 我们下午的时间 我们下午的时间 就会遇见当中 再度过来 我也有点 稍后 我们下午的时间 可以